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武器就是上禮拜推出的近戰武器 關刀 這把武器是在刀場研發的 详细的看法其实我在之前的实况里面就有提到过了 简单来讲就是一把玩暴极流的长柄武器 拥有跟奥特鲁斯Prime一样的攻击范围 撞上尖锋Prime之后拥有高达9米的攻击范围 非常可观 不过这把武器也有相应的缺点 那就是触发几率相当的低 所以目前版本最强的一框操量 就不能在这把武器上面使用了 而且这把武器基础的攻击速度也比较低 算是蛮慢的 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游玩之后 个人觉得算还是一把能用的武器吧 面对酷发flat或者是突击山的居主敌人 也算是勉强可以 不过护甲强化或者是元素抗性强化的居主 就不用想了 怪怪号的武器吧 那我们先讲一下MOD配置吧 其实之前实况也讲过了 不过我在根据自己进行了几天游玩的经验 进行了一些微调 那就是把攻击速度的MOD取代掉爆击伤害 那可能有人会疑惑 爆击倍率称高不是比较好吗 而且它还有2.2倍的爆击倍率 那我个人自己的体会呢 是攻击速度的提升 其实不但只是DPS提升 而是对于触发频率或者是手感 攻击的机动性跟硬质的减少都影响很大 而且呢大部分没有护甲的敌人 根本就用不着那么高的伤害 而护甲类型的敌人呢 攻击频率高也可以较高的机会呢 去触发切割或者是捕食 连击速也跌的比较快 算是一个优势 当然你也可以照样配爆击伤害 这只是个人手感上喜欢的配置而已 那么总结一下我对于这把武器的看法吧 其实也很简单 范围大 伤害高 轻挂也爽 日常使用的话 这把武器基本上完全没有问题 还蛮推荐的 不过还是那一句吧 不要拿去打高护甲敌人就好了 好的 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 下一次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